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6月1日 今天有一个国际新闻 这个非常大 也就是大马空军表示 5月31号 由伊尔76和西安运20战略运输机 组成的中共的军机群 在2.3万至2.7万英尺的高度上 以纵队的形式飞行 他们飞进了大马 波罗州 沙拉越州 还有海岸外 60海里内 这个大马空军被迫紧急出动飞机拦截 也就是马来西亚生气了 马来西亚空军在声明中说 周一他们通过空军的雷达发现 侦察到了这些中共的飞机 忽然间飞进了大马 这个海事辖区 以及亚批飞航情报区 逼近大马国家空域 马来西亚的空军多次发出指示 试图联系对方 但是呢 中共的军机不理 照飞不误 这个他们飞到了应当是属于空中交通管制的这个部门 也就大马管下范围 马来西亚的空军形容 考虑到亚批飞航情报区内航线的空中交通密度 中方飞机的行动非常可疑 这事件引起了他们的震惊 严重威胁了该国的国家主权和航空的安全 海外的万维网文学城很多媒体都报道了给大家看 这个文学城有一张图 这个图子比较形象的 大概这么一种这个状态 那么解放军 为什么突然间16架这个军机被生产到 在这个南海上空进行可疑的活动 现在马来西亚这个外交部一号表示将召见中国大使 让他解释军机群入其领空的原因 并且描述 他说这个事件是对国家主权和飞行安全的严重的威胁 这个马来西亚空军发稿的内容是这样讲的 他说这个5月31号有16架中国军用运输机被雷达侦测到 在南海上空进行可疑的活动 进入了大马海市辖区 以及亚币飞航情报区逼近大马国家空域 那么现在这个马来西亚的外交部长啊 叫西山穆定也出面发话了 他说呢大马将发出外交抗议召会 并召见中国中国马来西亚大使解释 为什么侵犯马来西亚领空和主权 西山穆定说马来西亚的立场很明确 愿意与任何国家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 但不意味着我们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妥协呀 但是你看中方怎么说 中国大使稍早解释说 中国这些飞机是在进行例行的飞行训练 并严格遵守国际法 没有缺返他国的领空 中马是友好邻邦 中方愿意马方继续发展 双方友好关系 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 你看这些报道都是中性的 没有解释什么原因 本人认为啊 这是中共故意搞的 故意用这个方式啊 这个来引起一场轰动 来转移和牵涉国际的媒体的目光 因为现在这一两天 国际社会这个舆论呢 舆论滔滔都已经击中到了什么呢 病毒溯源的问题上 也就是拜登当时讲了 这个要在90天内 让这个他们管下范围内的啊 17个实验室啊 就都要拿出这个情报来啊 来统一研究究竟这个新冠这个来源的问题 是不是武汉病毒 这个病毒所故意释放 或者是无意泄露的 把这个报告也90天内提交 结果这一言寄出舆论哗然了 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媒体都在报道 以前有些媒体啊不敢报 这个你看英国现在开始报道 澳大利亚是吧 这个而且有一些国家的报道内容 都非常详细的 就关于溯源这个追责的问题啊 尤其是美国的媒体 美国的科学家啊 在这之前你想夫妻的口气都已经变了啊 这个而且这个 谭德塞和以前也大力不通了 所以这些这些事情对习近平非常不利 中共肯定研究了这个国际局势啊 开始什么呢 讲好中国故事 开始撒谎 要撒谎还要建立一个体系啊 这个今天我做节目当中讲到了 下一步肯定会到处都是这种文章评论报道 中共有一套这个撒谎的一个能力啊 你想这个这个政党从成立开始就善于 常与撒谎 到了没落的前期呢更是要把这个撒谎这个是升一个等级啊 所以这个政治局研究之后有大动作啊 就要转离人们的视线 那么与此同时你得有点动作 同时这些动作突发事件发生 把人们的吸引力从病毒转移到马来西亚啊 那马来西亚是个小国了 他欺负人家 人家没有办法 你看这个文章当中讲了吗 他们已经这个看到这个飞机啊 这么多的军机十多架 群入人家领空的 人家完全可以击落 但他不敢啊 因为这个国家打不过中国啊 你看中共多厉害啊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这个目前他们飞的这个区域啊 明显是具有争议的有些地方 你比如说南海的主权归宿多年来就存在争议了 是吧 除了中共之外 马来西亚 菲律 越南 文莱和台湾都宣称 对这个一片这些海域啊 拥有这部分主权啊 你比如说今天3月份开始 菲律宾部就抗议中国数百首 中共民兵的渔船 屡次进入专属进去啊 而中共则回应那是渔民在避风等等撒谎 也是为了转移死线 同时在这之前发生过缅甸事件 缅甸的政变肯定有中共的影子 你看这政变发生前一个月 就王一部就去了 说会见这个缅甸的 军事领导人 军头 军头会见他干嘛 就通过他搞事 搞出事了以后 这样可以和美国交涉了 因为你搞出事了 美国肯定了 美国属于国际警察的 国际上管事 那肯定要就要 在这个问题上 想促使了这个 习近平和这个拜登两个谈 结果因为拜登没理啊 他先是 人质 抓自己的国民啊 通过这个 郭飞雄这个案件啊 想这个 看看搞一搞 看能不能 拜登求习近平啊 管人权的问题啊 因为这个 郭飞雄要到美国去看他的太太 患病的太太 结果这个 国务院表达的声音呢 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性举动 习近平一级不行 又胜一级啊 习近平身边的人就烂参谋 给他出了点 就搞出缅甸的事 缅甸搞完了 没起什么大的作用啊 起了一定的作用 牵涉了一些精力啊 这个 但是现在还想各种办法 现在你看又出了 马来西亚的事啊 因为中共在这个 亚洲啊 渗透太厉害了 特别对这些什么小国 这些什么越南 马来西亚 菲律宾呢 就文莱啊 台湾这些地方 它渗透都是非常的厉害 我估计可能过一段时间 还会搞出更多的事啊 这只是其中的一起 也就十六家军机 忽然间闯入了 这个马来西亚的空域啊 威胁人家的主权啊 然后双方的外交官开始脚力 脚力马来西亚 斗不过中国了 说习近平这是 最怕的就是美国 其他他西亚我发 那么今天还来西亚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